Hello大家好 好久不见 最近我工作真的有点忙 但是这两天我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YT里面有一个女生叫7788 因为之前发布了一期预测习近平的YT影片 最终被国安找到了她在国内的亲戚 然后给这个YouTuber女生施压的故事 让我觉得搞笑的是 在这次国安部的威胁下 哦不 应该确切地说是助攻下 7788这个小姐姐的订阅 已经瞬间被推到了9万多 估计很快就要破10万了 而且我通过Social Blade可以看到 今年4月7788的订阅还在4.9万 所以中共外交部一直说 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简直就是在说自己 你们就偷着乐吧 有时候我们是真的看不懂这种国安的操作 怎么会有这么蠢的人呢 在墙外还要搞你墙内的这一套 要别人删除影片 不准评论中共 没想到这件事情一曝光 反而更多的人去订阅7788了 对不对 我是来朝圣的 听说中国国安部也推荐这个频道呢 中国国安部强烈推荐影片 看来国安部此地无垠300两的举动 老实造成反效果 而且既然事态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 我现在呼吁国安部门 严查那几个骚扰七七八八亲戚的公职人员 记得一定要开除党籍 然后直接处分 毕竟从结果看啊 这支影片不仅没有删除 反而让更多的人看到了这支影片 你说这群中国纳税人养着的废物 是不是诚实不足败事有余啊 好了 玩笑归玩笑啊 但我首先还是要给不了解这件事情的人 简单介绍一下事情的经过 简单的来说呢 有一个叫7788的女生YouTuber 长相清秀 说话呢也挺有逻辑的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7788 我是七七 我本人其实很早就关注她了 但是观看她的影片不多 但是在这次国安部的助攻以后啊 我对她有了一定的了解 这次呢是因为她之前制作的一期预测习近平的影片 我晚点呢还会展开聊一聊 据7788所说啊 她当时那支影片的观看量大概也就2万吧 但是没想到就是因为那支影片 国安啊迂回曲折的找到了她的七大姑八大姨 让亲戚给7788压力 但是我们都知道啊 出了国的反贼 哪里还会怕国内的这些铁拳啊 所以7788根本就没有理会 最终呢 国安要求必须先删除这支习近平到底行不行的影片 当然了 7788依旧没有理会啊 事情的经过呢 大概就是这样 当然了 想了解更多的 可以去7788这个女生的频道 去看相关的影片 而我今天呢 就想抽空谈一谈 我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 聊一聊 为什么这次国安会去找7788 而不是其他的反贼博主 其次呢就是为什么国安会瞄准7788的那支影片 首先先从第一个问题来回答 其实我相信这也是绝大部分网友心中的疑问 凭什么YouTube反贼那么多 什么多伦多方连 什么李老师等等等等 国安都没有找 为什么偏偏要找7788这个小姐姐呢 所以接下来呢 就是我带有主观偏见的个人分析了 我的第一个猜想就是国安部啊 想找一个体量并不大的海外反贼进行施压 如果效果不错呢 他们会继续陆续的对其他YouTube反贼下手 这个原因很好理解 因为7788目前在YT 跟那些顶流的反贼 其实还存在着差距 国安那边呢 可能会觉得7788长相挺文静的 看起来像是个软柿子 所以想先通过这种威胁骚扰的手段 让7788可以先不要谈政治 如果最终7788妥协了 那么也证明国安的这一套流程啊 有实施的意义 所以接下来一段时间啊 我想其他的反贼们都会遇到相同的事情 比如亲戚被国安找到 对吧 然后施压 或者是被污名化 比如说造谣 我以前在中国嫖娼吸毒什么的 从此反贼们在国内的名声啊 就会身败名裂 但是啊 这次的事件最尴尬的就是 并没有朝着国安预想的那个方向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啊 反而是因为国安的这波骚操作 直接路转粉 订阅7788 而且国安的这个操作啊 也让更多人看到了中共实打实的在打压言论自由 打压中国国内的同时啊 居然手还要伸到美国这边来 结局呢 大家也看到了 民主世界 大家看的都清清楚楚 这波操作不但没能让7788禁言 反而给7788一波国家级的宣传 我想这个肯定是国安部不想看到的 所以接下来呢 我觉得每个反贼都应该感谢一下7788 他为我们挡下了这一件 并且之后一段时间啊 至少国安不会再这么愚蠢的折腾反贼了 第二个我觉得国安会找7788的原因啊 就更加魔幻了 我先声明啊 我本人并不了解7788的老家在哪里 但是我发现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啊 出的反贼很多 尤其是上海 但是山东啊 内蒙啊 陕西这些地方 反贼其实不多 所以我的另一个猜想就是 7788的老家也许就只出了那么一两个反贼 所以为了充业绩 你要知道啊 国内许多的有关部门是需要评选先进单位的 所以是有KPI的 打个比方啊 比如有个省 他们出了很多的反贼 那么肯定省政府就会有上级的压力 像上海啊 已经遍地是反贼了 说实话 就以如今上海政府的财力啊 我估计国内的反贼都管不过来 别说海外的了 但7788可能运气比较差 他的老家那边 那个省可能就只出了一两个反贼 所以呢 地方迫于压力 必须要找到一个杀鸡进口 于是呢 他们就想尽一切办法的去联系 7788的亲戚啊 对吧 去想办法去给他压力 当然了 这些都是我非常不负责任的猜想啊 至于为什么国安最后要求7788删除 那一支习近平到底行不行的影片 其实我在上班的时候 看这支影片的时候 也是一脸问号 我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 这支影片的大概内容吧 7788觉得中国未来 可能会在政权不稳的时候 侵略台湾 然后呢 国内会引发文革2.0 到时候习大的啊 甚至会废除中国共产党 回到一代传一代的老路上 当然了 这支影片的观点啊 我有赞同也有不赞同的点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一支预测的影片 我真的就找不到任何有说服力的理由 让国安去威胁7788删除 我知道啊 前段时间国内在以整治网络谣言的名义啊 打压言论自由 至少这样还有一个比较合理的名号吧 但是这只是一支预测影片 本来就不存在什么谣言一说 就好比我预测明天习近平 把中国转让给我土拨鼠 我也都说这是预测了 对不对 所以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 都不可能因为预测 就被关小黑屋吧 但是我知道啊 国内对于这种预测 也有专门的话术 叫打击历史虚无主义 总之这次七七八八的影片啊 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 我都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 只是发表个人的观点而已 为什么国安搞那么大的动作 要指名道姓的 必须删除这支影片呢 那么就不得不提一下 国内如今的奴性文化了 首先啊 习近平是如今中共国的皇帝 这一点无可争议 其次啊 中共所有的机关部门 其实最怕的就是得罪习近平 我可以这么说啊 如今中国政府 已经把我们伟大领袖习主席 放在了一个信息检房里面 这个空间里面只有赞扬 至于墙外的声音 尤其是我们这些反贼 批判习近平的声音啊 我可以肯定习主席是听不到的 但是全国上下 大家还是非常忌惮 来自独裁者的恐惧 就像我之前提到的 护城峰事件 听到了习是不是独裁 护城峰马上就直接挂断 开始恐惧地撇清关系 当然这种行为 其实也就侧面印证了 习就是独裁者 而国安部其实也不例外了 满朝文武 大家现在都怕谈习近平 这几乎已经刻入了 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国安部这几个小跟班也不例外 可能压根啊 也不怎么敢看七七八八 讨论习近平的影片 随便点了一个 看了以后呢 屁滚尿流 随后马上就用国内的那一套 去要求七七八八 删除这支影片 当然了 他们的行为 就是中国独裁的最好证明 所以最终也沦为了 我这种搞笑博主的影片素材了 要我说 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其实能看出 国安部对如今反贼圈子 一点都不了解 说到反贼圈 如今反贼们 偶尔其实也会有小矛盾 但反贼之间骂的最狠的 其实就是说对方是大外宣 所以可以从侧面看出来 做中共的爪牙 在我们这些反贼里面 是最low 最看不起的那种事情 说句不好听的 其实国安现在不就是 我们眼中中共的走狗吗 接下来呢 我就谈谈如今越来越多的 新生代反贼吧 其实看到如今 有越来越多 从中国逃出来的那些中国人 敢于在油管上去批评 中共政府 我还是非常欣慰的 因为我对于国内的认知 永远停留在了我出国前 我也早就打消了回国的念头 而中国国内 由于种种原因 比如对言论的管控 对新闻的管控 大家其实对中国内部 现在如今的情况 是非常不清楚的 这些新生代的反贼 正好能够补齐 我们脑中对中共国 如今国情的那一片空白 其次呢 由于中共还会支持 那些小粉红博主 在YT上面 污染整个简中的圈子 所以反贼 其实也需要新鲜的血液 来与这些小粉红势力 进行抗争 就像我的这个频道吧 其实我这个频道最初 也是相对很少谈政治的 但后来有几期影片 里面谈到了 我说中国缺乏多样性 然后啊 磊哥养的那些小粉红啊 就来我这边恶心我发留言 说我是反贼什么的 让我毅然决然的决定 直接跳反了 我本来在国内 就已经经历了 很多社会的黑暗面 现在出了国 这些小粉红还要阴魂不散 所以真的是给到了 我不小的刺激 换句话说啊 如果中国能够给到 中国人言论自由 批评政府的权利 并且小粉红也没有那么多 我相信油管 也不会有那么多反贼的 反贼很多时候 都是被逼出来的 墙内已经被逼坏了 所以出了国一个劲的 开始批判中共国 而且现如今啊 大部分的YT反贼啊 在决定做反贼之前 其实大家都想得很清楚了 做好了不回国的打算 当然了 还是有小部分不怕死的 就比如我以前 经常看的一个YouTuber 周周坎 他就是那一小部分 我不知道我的观众里面 有没有人知道周周坎 他有一个笔名啊 叫沈渡 真名叫周强 我其实当时非常喜欢 他的节目形式和观点 但是疫情期间啊 他有一次太得瑟了 直接选择了回国 现在呢 直接秒无音讯 有传言说他被判了五年 但我这边也没有办法查证啊 当时知道他失联的时候 我还是非常沮丧的 因为周周坎 是我觉得点评中共 已经是相对客观的了 比起当时减中圈 大量无脑黑中共的 要好太多了 周周坎甚至也偶尔会批评 美国的民主制度啊 就是这么一个博主啊 他可能是太爱自己的祖国了 也可能说是误判了祖国的形式吧 回国以后就直接失联了 当时在反贼圈子里面 其实还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所以也间接导致了 如今反贼啊 基本上都知道 说了中共不爱听的 回国就有可能会被消失 影片的最后呢 我再聊一个轻松一点的话题啊 我其实有看到 七七八八的一个影片 谈到了喜欢台湾 因为我之前也有一支影片 说到过我也喜欢台湾 而且后来啊 这支影片就引来了 很多小粉红的辱骂 说我什么不爱国啊 说台湾的钱好赚 可是那些小粉红 知不知道台湾的总人口 只有两千多万啊 还没有我们上海的 常住人口多耶 我们喜欢台湾 很大程度是因为 自己的祖国啊 如今看不到希望 但是在世界的另一头啊 有一个和我们文化 几乎一样 但是逐渐建立起 民主制度的国家 那就是台湾 所以YT有很多的反贼 会把台湾当作精神故乡 我周围就有很多好朋友 非常喜欢台湾 我之前有一支影片 讲到过 我有一个已经在美国当兵的 说要誓死保卫台湾的 我其实也经常看到 我底下的留言啊 有人说台湾也不民主啊 不能骂执政党啊 但是我想问的是 你们会因为直播的时候 问主播 蔡是不是独裁者 然后直接被封吗 会因为发布了 对台湾政治的预测影片 直接被台湾的国安部骚扰吗 其实我很能理解台湾的人 会去骂台湾政府啊 包括美国民主 其实也是有缺陷的 但这不妨碍我 爱美国啊 因为美国如今 有大量的人 会去批判美国政府 鞭策政府 做出更正确的选择 老实说啊 台湾民主在我心中 早就已经完成了 从零到一的伟大突破 而且我也希望 中国能有一天 像台湾一样 我们不可能一下子 马上就画出一个完美的圆 但是能像台湾一样 先简单的画出 圆圈的轮廓 然后通过对政府的鞭策啊 来慢慢的敲打这个圆 让这个圆啊 变得越来越完美 希望我的有生之年 可以看到中国的民主转型吧 到时候说不定 我还能回上海去玩玩呢 最后啊 希望七七八八早日走出 被国安骚扰的阴影 频道呢 越做越好 当然了 奉劝国安不要再来这里 有这种骚操作了 无非就是更进一步的验证 中国如今的集权与独裁 好了 以上就是这期的内容 喜欢的记得点赞 订阅我的百人大台 一只土博鼠 我会分享更多有趣的故事 感谢您的观探 祝您每天都过得愉快